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边很幸福 这边是我们第二间的击压疗 我感觉到医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像医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护理师每天面对的是人的生命 所以照顾优虚严禁不容出错 照顾病人是护理师的天职 在慈激食肾中心服务的护理师 多了一项软实力 为生友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我想很重要的是 我们每次讲到医疗人文 那生友来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那才重要 生友都把这里当着第二个家 当他是第二个家的时候 您来您家回到家的时候 那种感觉我们能做到吗 这才是我们在慈激里面很关注的一点 护理师守护健康之余 并细心护慰圣友的心灵 护理人员下班后 还会到圣友家做家访 视病如亲 我们护士同仁会先 去慢慢跟他了解 我也是鼓励他们 鼓励圣友他们出席 还有叫那些 志工圣友 那些有经验的圣友 再跟他们交谈 鼓励他们 护士和圣友一起 这方面一起鼓励 那些新来的圣友 直至2017年6月 三家佛教慈祭食圣中心 共有58位护理师 许多医疗机构 面临护理师短缺的问题 2000年 佛教慈祭食圣中心 开始赞助学生 攻读护理文凭课程 实力栽培护理胜利军 林立珍的陈秀玲 当年是慈祭第一批 赞助攻读护理课程的学生 毕业后 他们继续留在 槟城慈祭洗圣中心服务 在洗圣中心人力不足的过渡期 这两位年轻的护理师 依然决然担起重任 至今在洗圣中心已经走过了14年的岁月 我们从完全不懂什么是洗圣到今天 我们可以不只是了解到洗圣 学弟妹们其实都还需要人家一些指导 跟一些协助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留下来也让自己学习 那也可以让他们从我们身上 希望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慢慢地看到学妹学弟慢慢地成长 慢慢地就是已经上手了 就好像当初的我们这样子 我们当初就是从一个三年的学校出来 然后直接进入专业了 然后什么都不会 就是慢慢上手这样子 目前 林立正的陈秀玲 已经成为中心临床培训师及护理师葬 用爱陪伴 用心传承 期待培育更多年轻的护理生意军 中学时期 母亲患上肾病 家里因为昂贵的洗肾费 而胜入困境 后来 希拉的母亲成为慈祭感恩户 才减轻了经济负担 机缘巧合下 希拉成功获得佛教慈祭洗肾中心赞助的护理文凭奖学金 同时 她也成为慈祭洗肾中心第一位应议护理师 在护理行业服务了13年 希拉时时刻刻真诚同理对待每一位圣友 曾经陪伴母亲面对病苦 希拉更能将心比心 护理团队发挥良能 以待无师的悲心 总是匿疗人文 拥爱守护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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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